專業的服務 崭新的科技 準確的診斷 I'm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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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care Dr. Kelly Chan 陳少堅 亞裔 好 剛才呢 我們講了這個Richmond Hill 和Waterloo的一些房子的情況 現在是不是該回到多倫多了 沒錯 沒錯 OK 那麼我下一個物業呢 也是剛剛上市的 今天是正好是第一天 那麼這是一個名校區的一個townhouse 這個townhouse它的intersection在哪裡 大概位置是怎樣 它是在斯蒂尔斯和丹米歐斯的東南角 東南角 對 也就是在我們的傳統的幾個名校區 因為在這裡面的小學和中學 以及到高中都是很好的學校 小學是阿伯格林小學 常年排在安省的第一名 初中是海蘭的初中 名稱也很好 聲音也不錯 高中就是有名的A.Y. Jackson 那麼這是一個四個睡房 帶三個洗手間的一個townhouse 這個房子很有自己的特點 這個房子是三層 那麼在主層是Living Room Dining Room和廚房 這是一個滿大的 整個房子的面積將近2000尺 將近2000尺 它上面的四個睡房 第二層是兩套睡房 其中一個睡房是三個睡房 其中的一個睡房 它現在正做一個書房 是一個高頂能達到11尺C的這麼一個書房 睡房非常明亮 非常的寬敞 有沒有管理費呢 有管理費 那麼這個房的管理費呢 現在是341塊錢 在管理費算是滿合理的 算是滿便宜的 算是滿便宜的 而且這個房子還有一個突出的優點 就是說它三樓是主人房 是非常大的一個主人房 另外它主人房配自己的獨立洗手間 是三個piece的 有自己的淋浴 另外這個房子在這個區裡面 它條件 它的condition是非常好的 因為主人自從搬進去以後 在五年之內投入了超過4萬塊錢 進行裝修 進行upgrade 從一樓到三樓 全部都是石墓的maple的地板 另外它的主人房 又做了一個built-in的 customized的一個closet 花了將近4000多塊錢 然後三樓的主人房廁所 也是重新做的 二樓它的廚房是重新做的 它的所有的dripper 它的窗簾也是花了5000多塊錢 從國內設計帶過來的 另外它的一樓的洗手間 是重新做的 是一個全新的廁所 它的廚房也是一個全新的廚房 另外它的電器都是在06年07年之間 陸陸續續勾勁的 所以這個房子的條件 這個房子的現在的condition 在這個區裡面應該是很好 很好的 我覺得這個房子的主人 它對房子內部的要求是相當高了 相當高的 因為它你想想一個townhouse 它投入了將近超過4萬塊錢 所以它這個房子的裝修 以及它現在的條件 而且它維護的保養非常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房子不僅僅就是說 它本身保養的好 而且我覺得它的位置靠近highway404 沒錯 它的位置第一就是學區好 從小學初中到高中都是名校區 第二交通好 出去steals當mills 然後就是高速404高速 然後另外一個購物非常方便 它北部就是一個大型的購物商場 我們那裡面有seals 有foodbasic的超市 另外它交通也極其方便 出門出去就可以坐25輪公交車 那邊是16、35輪公交車 直接去地鐵站 對 我覺得它是普通家庭的一個首選 對 尤其是大家比較注重於學校 然後我們的價位又是 适中 适中的這麼一個房子 好 接下來這個孫先生會給我們介紹 位於Bochemont和Kingston Road附近 也就是位於湖邊的一棟 非常特別的一棟豪宅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房子是一個classic的豪宅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十面大屋 也不是一個全磚的大屋 它是一個woodsiding的 這麼一個classic的 我們叫做古典式的豪宅 它為什麼建這麼一個房子呢 就是因為這個房子的地點 它是面對安大略湖 在他們家的房子裡面 直接看到大湖 前面是一片大公園 然後公園的下面就是大湖 所以在這個地方建造的 是這種古典式的豪宅 那麼這個房子的特點就是說 第一 它的湖景 它是全湖景的 然後有5000多平方尺 它的地穗現在大約是6500多塊錢 那麼這個房子它的主要特點就是說 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名校區 它是一個休閒式的豪宅 大家在這裡面可以看到這個房子 那它這個房子你先看主人房 主人房有12尺高的樓頂 那麼主人房是帶天窗 然後主人房是帶dressing room 有自己的衣帽間 另外主人房還配了一個20尺 平方20多平方尺的一個大陽台 在陽台上尤其是傍晚的時候 兩個人喝杯酒坐下來聊一聊 看看外面的湖景 這種悠閒的生活不是一般人能夠享受得了的 那麼這個房子是五房五側 地下室全部裝修好了 它外部是古典式的 那麼內部是屬於現代式的 內部是現代式的 裡面是一個 就是說它的廚房又重新做 我們客人進去以後 重新把廚房重新做了一下 配的都是現代化的電器 這個房子的年齡大約是將近20年的年齡 它的具體位置是在Kingston Road 大家知道在我們東部區 東南部區以Kingston Road為分界線 它的湖濱房子在Kingston以南的房子 都是它的傳統夜上的豪宅區 這是我們釋迦堡東於客的豪宅區 它是在Kingston Road的以南 尤其是靠近湖濱的 那麼這個房子就是在這個區域裡面的一個豪宅 那麼它的價值不是為了孩子上名校 也不是為了住這種現代化的房子 它的主要價值是它的一個商業價值 因為這種是一種休閒式的豪宅 那麼可以用於我的現在這個客人 主要的 它不是它的主要居住場所 是它的一個生意上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場所 現在居住的是個華人還是西人呢 是我們華人 是我的客戶 我是在四年前幫它買下來的 那麼它的主要的價值是它的一個社交價值 是它的一個商業價值 那麼我的客人他還有其他的房子 這不是它的一個主要居住場所 是它的一個商業場所 也就是說從我們公司環球地產到我本人 那麼我們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地產蹤跡 我們更是一個具有開發能力和開發背景的 這麼一個地產商 除了在給大家帶領地產中介服務 二手房買賣 另外我們在小型開發 一起到大型開發 以及在地產投資方面 那麼我們具有很強的一些實力和背景 所以將來大家如果在這方面 有一些需求的話 或者有一些問題的話 隨時跟我們聯繫 那麼我們保證給您提供最好的服務 這個孫先生的聯繫方式 剛才在屏幕上一直在滾動 好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期再見 好 拜拜